11月9日,第24届华顶奖颁奖典礼在香港亚洲国际博览馆举行 今天众星起聚《香江河畔》,亮相华顶奖红低潭 仿佛感到走过来的不仅是大家熟知的各路荧幕精英 更是一道道夺人眼目和艳丽无边的风景线 随后华顶奖的各个奖项也陆续落花有主 中国古代题材电视最佳女主角 由来自内地演员吴锦岩夺得 她表示自己从获知入围后心情就比较紧张 如今拿到这个奖除了开心外 觉得更多的是对自己的一种鼓励 拥抱新戏《浩兰传》定档本月15日 在剧中会和聂元老师演绎一个爱之深恨之切的励志好戏 15号《浩兰传》也会很快和大家见面了 对,我跟里面在戏里面和聂元老师 又是不同的一种互相斗 但是会爱得很深 然后也有恨 跟英罗和乾隆还不一样 百强电视剧最佳女配角 自又来自台湾演员张军宁夺得 提及在内地节目《我就是演员》 跟男星彩排时意见不合 张军宁否认翻脸 认为看剧本有意见不合是正常的 最重要是出来的效果好 问到最近可有关心好友范冰冰是否重头工作了 她就表示不想回应太多 但两人一直有互相关心 现在的状况其实就是跟大家知道的差不多 那反正我跟她就是一直会有关心 那我没有太知道她的回应是什么 这样子 毛顺军今天以评委身份出席华丁奖盛会 提到曾经合作过的艺人蓝姐英试试一试 她就哽咽表示 当然这件事情觉得很可惜 很突然 我觉得生命真的很脆弱 要证实每一天 非凡娱乐香港报道 周付丁奖监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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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付丁 functions 周付丁奖这事情 周付丁队 目前